科比·布莱因特和乐布朗·詹姆斯谁更强的讨论从未停止,两人交锋中在詹姆斯在战绩和个人数据上的碾压让詹姆斯的球迷狂欢,但是,从两人NBA生涯里与姚明在NBA赛场上的交锋时来看,我们能够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 乐布朗·詹姆斯在NBA赛场15年如一日的强大,即将迎来34周岁生日的他,刚刚又一次当选体育话报评选的NBA新赛季百大球员的首位,但是,在职业生涯与姚明的交锋中,詹姆斯仅有27.3%的胜率,一向以高向和全面而著称的詹姆斯, 在与姚明的NBA赛场11场交锋中场均出场37.8分中的情况下,只能以38.9%的投篮命中率场均得到22.3分6.2个篮板5.5次助攻,1.2次,抢卦0.5个盖帽的数据,很多人因此送给姚明詹姆斯中截手的头衔。 那么你知道科比布莱恩特NBA生涯与姚明的交锋中是什么结局吗? 科比NBA生涯第一次与姚明交锋,是在2002年11月17日胡人主场迎战火箭,科比在45分钟的出场时间里,37次投篮命中18个,投篮命中率48.6% 其中三杯球二投一中,11次把球命中9个,得到了46分6个篮板,4次助攻,1个盖帽的数据。 而姚姆斯NBA生涯第一次与姚明交锋,是在2003年12月17日骑士主场迎战火箭,姚姆斯在36分钟的出场时间里值,以36.8%的投篮命中率得到17分1个篮板3次助攻的数据。 从两人NBA生涯首次与姚明的交锋来看,科比明显强于詹姆斯,科比NBA生涯与姚明的交锋,终极次单场得分40加,其中三次得分超过50分,两次得到与姚明交锋中最高的53分。 2006年12月15日,胡人主场与火箭的双加十大战里,科比在54分钟的出场时间里,38次投篮命中17个,其中三分球8投5中,16次拔球命中14个,得到了53分10个篮板8次助攻,两次抢断一个盖帽的数据。 其中在第二个加十赛利100%的进攻效率,得到7分,带领胡人打出13-2的单减比赛。 最终带领胡人在上半场结束前一分钟,还落后20分的情况下实现了大逆转,而詹姆斯,NBA生涯与姚明的交锋中的单场最高得分纪录仅为36分,而且投篮命中率仅为41.2%,特别是在那场比赛,得下半场16次投篮仅仅命中5球。 科比NBA生涯与最后一次与姚明的交锋中,也有不错的表现。 2010年10月26日,胡人与火箭的新赛季节目战,科比在37分钟的出场时间里,得到了27分5个篮板7次助攻的数据,仅有一次失误一次犯规。 其中在中场先是8.8秒助攻史蒂夫不能克命中了反败为胜的绝杀三分球。 而詹姆斯NBA生涯与姚明的最后一次交锋是在2009年2月26日,提示以74比93惨败于火箭,詹姆斯值以33.3%的投篮命中率,得到21分,一个篮板没有助攻。 科比在NBA生涯里一共与姚明在31场比赛中交手,战绩为22胜九负,胜率高达71.0%。 比詹姆斯对阵姚明是27.3%的胜率的两倍还要高。 在与姚明交手的31场比赛里,科比场均可以得到30.4分6.3个篮板5.9次助攻,1.8次强断的数据。 比詹姆斯对阵姚明是22.3分6.2个篮板5.5次助攻,1.2次强断的场均数据相比要出色不少。 而且科比在这31场比赛里43.8%的投篮命中率也比詹姆斯面对姚明是38.9%的投篮命中率要高。 在与姚明的交锋中,不管是战绩,场均数据还是单场表现,科比的万圣珍姆斯。